有点类似 主要是要算平均温度 平均温度的话 就是说你要四周各三天的温度 然后分别输入 所以这边的话有个平均温度 然后第一天 所以你要跳就跳第一天 输入这个 输入一个两个三个 所以第一天你就必须先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串列 等于是有点像一列 很像的 然后第二天又一列 第三天 第四天 把这四天全部的平均 跟最高 还有最低温度 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这一题我大概讲一下 因为跟前面有点类似 第一个的话 一样我们怎么样 先做几件事 第一个部分就是先把资料先key进去 所以key进去的话 大概就是他会先跳哪一天 哪一天的话 我用i去带这个资料 然后把它分别放进来 可以放进来 因为这个可能输入部分跟前面是一样的 所以我先把这个输入的结果 先直接带进去好了 反正他就跳week第一周 然后温度三天就输入 所以输入进去之后的话就有第一 这个第一个week的第一周的第一天 第二天第三天 因为他只有取三天 然后再来是第二个week的第一天 第二天第三天 一直类推 所以是一个大的一个串列里面放了四周 应该是四个week 四周的这个温度在里面 但问题呢 我需要的答案是什么呢 把这个二维串列里面的最 就是他里面的那个平均温度算出来 那平均温度怎么算出来比较简单 所以你们可能要想想看 二维串列如何算出什么 平均温度跟最高温度 哪一个温度最高 哪一个温度最低 那其实也是跟前面那个遇到的问题一样 就是呢 我二维的串列 如果你要用加总的话 用上函数 可能会有问题 他没有办法 上只能针对一维的 有没有 不能用二维的 OK 那最大的也是只能用一维 不能用二维 mini也是一样 index 所以其实前面很多那个相关的函数 只能够用一维的 所以怎么办呢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干脆呢 就把二维怎么样 转为一维就好 只要能够把什么呢 把这个串列 把它转换成 所谓的那个一维串列 那我问题就解决 那我怎么转 基本上很简单 第一个 我先建一个空的串列 然后呢 分别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一个一个抓出来之后 串到这里面去就好了 所以呢 我可以怎么 for i in range 把这个串列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把它抓出来 那总长度先算一下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把全部串的话就是什么 加等于 然后把list 这个list里面的第几个东西抓出来 最后把它print看一下 把这个结果print 假如串完之后 抓那个list2 看一下这里面结果 你会发现 如果我今天要把这里面全部都串完 然后并且输出 这个时候马上 他就可以帮我怎么样 把原来的二维的串列 变成一维串列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一维串列 其实就只要靠这三行就搞定了 第一个就是先建一个什么 空的串列 OK 就是这个 然后做什么呢 知道说这个i的值就是从0开始 从0开始 到总共有几个 有没有 L1 把这个串列刮护起来 算一下里面有几个 里面应该就是3乘4 应该就12 12个 OK 因为因类从0开始 最后是11 总共12个 好 他就过来12 做什么呢 帮我把这个第0个 OK 第0个先放进来 然后串接 串在里面 串在这个里面 加等于 他就帮你串串串 最后print出来 结果就是我们要看的 所以以后 如果讲的是 你要把什么二维串列 拿来变成一维串 最简单的方法 就这一招 OK 这个可以学起来 接下来 当然如果你是 这个二维变成一维之后 那当然就简单了 后面的话 我如果要算平均温度 就很简单了 我就是format后面加一个3 把this2放进来 这就全部加总 再除以它总共 total10 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12 你这个地方可以用LEN 我们可以用LEN 刮弧 然后把这个 总共有几个 放到这里面 一样是12 总共有几个 然后算出来就平均了 再来最大的就是max 就OK了 mini也OK了 所以以后假设二维串列没办法用的 那你们就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边可以把这个print关起来 试一下 最后的结果是不是我们要的 平均温度应该是28.11 最高温度的话是35.3 答案对不对 我看一下 结果在这里 OK 所以答案的话 如果看到跟这个结果一样的话 那表示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格式也要正确 OK 那这一题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我想比较重要的就是 这一题我觉得比较重要 参考性比较高 就是如何把二维的串列 转换成一维的串列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那这个程式云端上也有 请各位可以自行再参考一下 OK 串接 另外其实串接还可以用append 你也可以什么 把list2.append也可以 加等于 其实这边一样可以用append 这边是用加等于 而不是append OK 那你想说老师 你之前不是都讲用append吗 那为什么你现在用加等于呢 其实这一个方法比较快 为什么呢 如果你要用那个 之前我们讲的就是那种方法 你可能就要写成底下的方法 就是说 如果我要append的话 那我必须 我就是要先知道什么呢 一个for i 然后另外一个for j for j的话呢 就是有没有 其实就刚刚那一题一样 比如我这边假设 我们这边是四个 一二三四 四列嘛 然后三栏 OK 我先这边用甜数字 当然你可以用len去抓 然后冒号一下 也就是我需要先知道什么 四列 然后里面各自有三栏 三个资料 对不对 四三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 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用加等于的话 你就是什么 就是这边就是加一个点 什么呢 append 然后呢就把list 有没有 然后i 因为二维嘛 所以这边就是追 然后后面加一个后瓜 这样的话呢 这个是princess OK 这个是把它的一个一个的抓过来 然后append的进去 append的进去 有没有 先抓第一列 然后抓第二列 以此类推 一个一个append的进去 那输出结果看一下 其实应该结果也是会是一样的 一样把这些串起来 跟上面的结果一样 但是上面的结果显然比较短 哪里不一样 特别注意 我们只需要知道什么 只需要知道它里面有几列就好了 一列 两列 三列 四列 所以这个回来 这个应该是四 意思就是我这个回圈只有跑四次 那只要把它怎么样 串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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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到哪里呢 丢到第十二里面去就可以了 这样输出好像会比较快 OK 所以两个方法都可以 你用下面的方法也可以 上面的方法也可以 上面的方法也可以 如果你要改活的很简单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 这个的话 就是它的哪一个 那一般会用第一个当代替 有没有 它的 它的 它的哪一列的意思 这一列里面有几个 所以你就 因为每一列 每一列里面有几栏都固定 所以我就抓第一列 OK 这个是抓第一列的长度 所以这个抓过来的话 会是三 这个抓过来会是四 那等于是四乘三 里面总共有十三个 我应该可以理解 十四 十二 哪一个 哪一个 第一 那一个 四 这个 这是四 这个应该是四 你可以print的结果看一下 比如說我把這個 假的 這個假的說print 這裡面應該是4 裡面有幾列的意思 所以你把這個print出來 裡面的話它應該會顯示 應該會只有4列 然後 兩個方法 就是第一個方法 剛剛講的這個部分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2為串列 要轉為1為串列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這個是稍微 特別補充說明一下 那待會的話我們要來看一下 第706集 第七類的話 其實大概說一下 它主要是 全字母句 題目標題看起來 到底什麼意思?全字母句 其實意思很簡單 就是說 也就是說 這邊的這一段句子 這個句子裡面 是不是A到Z 裡面的所有字母 都用到了 而且不區分大小寫 也就是說 這裡面是不是A到Z 全部都出現 A出現 如果你要人工來做怎麼做 A出現了 然後在旁邊打個勾 B打個勾 天啊 天啊 沒有效率 那有沒有 蛤 嗯 有時候可能你要算那個字 那個字平吧 或者是持平之類的 對 就是說你要算一個 統計某一些字出現的機率等等 反正要幫它重新排列 當然這是一個問題 至於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恐怕你用到 可能類似的狀況 但不完全一樣 OK 比如說我要針對這裡面 假如說 它主要要考你就是說 第一個 你有沒有辦法把這些字全部切開來 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呢 把它放到一個串列裡面 而且那個串列是不能重複的 不能重複喔 OK 不能重複我前面講過有個什麼 有沒有 SET 有沒有還記得吧 SET 有沒有 SET 這個形態 你就把這個東西放在SET裡面 如果它重複出現的話就不算 然後你可以看到 再計算一下 如果它全部放到SET裡面之後呢 然後全部字母就不會重複 A只會一個 B只會一個 然後再算一下裡面 是不是總共有26個 如果是的話呢 那表示 A到Z全部都出現過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其實像這個地方 要判斷是不是全部都出現過 程式非常簡單 大概只要四行程式就寫完了 如果在Python裡面 四行就可以完成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先試著把剛剛那個 我們講到的 那個 那個 二維轉一維部分 先試著把它做出來 那如果這部分呢 做完之後 再試試看 706部分 那二維轉一維 其實方法當然不只是用Append 這邊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方法 你用串接 把它串一串放在List2 這樣最快 因為常常我們會遇到說 二維正列 沒有辦法 用一些函數處理 但是你把它轉成一維就可以了 好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啊 好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一下